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代新财 这几个是网友选的股票 我们就选这几个 本视频主要记录 当我们90%都依靠技术分析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利用技术分析去掌控股价的变化 及时的做出交易反应 跟踪五个股票主要是长期的进行股价的技术推演 从而验证技术的神奇力量 还有寻找技术的不足和缺陷 做到自我优化和技术的提升 同时录视频去跟踪 有利于实现自我的监督 假设我们这个实验效果很好 那我相信后期你看完这个节目 你自己也可以去找一批股票 尝试一下像我们这种做五个股票的长期跟踪的视频 因为它对技术有提升的话 你去做这件事情 对你个人也会有很大的提升 非要不得说 我们先看第一个 平安 那为了节目的审核 后续我们都不会出股票的代码 只会录出K线图 大家可以根据K线图 以及习惯自己去对号入座 好 这个平安 那首先我们给它定调 第一个它属于空头主导当中 个股暂时没有交易价值 所以这股票当前是看为主 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它什么位置会加速下跌呢 在78这个位置 一旦破掉78 或者说78这个价格区间小一点点 就会出现加速下跌 那么加速会跌到什么位置呢 会跌到72和69 72和69是当前中国平安 最有价值交易的一个参考点位 这个参考点位能到 可能我就会去做 但如果说参考点位不到 我们就不会去做 到了以后再根据实际情况 再去定夺 不是说到了就做 那么经过我们的分析呢 60分图也是属于空头主导当中 那60分图呢 它会在77.58和78.97这个位置 形成第一个有可能在这个位置 形成一个反弹点的价格区间 那么和日线图的加速阻力位刚好是重叠的 所以这个位置我们只会去观察 那这两个点位在60分图就表示 是日线图这个点位有可能站稳 有可能站稳 那么站稳的时候怎么做呢 那必须要在60分图这个位置形成多头主导 我们才会去进场 或者说在60分图的流行线 高频反弹点形成趋势的时候 我们才会去做 因此平安现在是看为主 没有任何交易的机会 好 第二个是农机 那这股票呢 我们看到流行线是在107.84 那么之前涨了一波 但是现在呢重回流行线之下 也就是说上方的第二阶段的一个拉伸呢 最终是一种出货的行为 就是它重回了流行线 是一种出货的行为 那么此次这股票呢 要谨慎为主 那么今天是它一个关键趋势点 那在关键趋势点呢 我们是有一个要求的 什么要求 必须要产生一个向上的必然信号 才有可能判断这个位置 它是有效的看涨 所以呢 当成这个位置是观察点 不是交易点 如果能出现看涨的必然信号 很简单 就是突破前一根K线的高点 形成向上的必然信号 那么这个位置才有交易的价值 或者说关注的价值 否则这个位置是观望 那我们就要判断了 这个位置它能不能形成趋势 上涨的概率有多大 我们就要去识别这个事情 那么此次你可以看六十文图 在六十文图我们可以看到 六十文图是一个空头的一个主导 那么当前它是在一个震荡的结构里面 在这个震荡结构里面呢 它的加速下跌支撑位在九十四 九十四 而日线图是在一百零七 所以一百零七很可能会破位 很可能会破位 比如说牛熊线站不稳 那一旦牛熊线站不稳 这个股票呢 往下的空间会更大 那根据六十文图 我们能看到它的一个高频反弹点位 的是在七十五点一六 空头的牛熊线呢 是在六十六点四一 所以它有可能是变盘了 所以这股票呢 必须要等必然信号出现才能去做 如果关键趋势点失败 那就说明它在高位进入盘整震荡 一旦进入盘整震荡呢 我们就要关注它的波动空间 那波动空间呢 会在八十七这个位置啊 形成一个强烈的支撑 除此之外呢 其他都不值得关注 第三个是明珠啊 明珠我们这里面呢 已经看日线图 它形成了下跌趋势 那么下跌趋势的空间支撑点呢 是四点零四 然后加速下跌支撑是三点六 高频反弹点是二点四九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标这些价格呢 非常简单啊 如果说你看我们视频 应该知道有一个空间的概念 比如说我们这个位置 框起来的空间是什么位置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初始的一个位置 如果它是一个下跌的话 是空头 那你这个是一个关键的结构 形成的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它往下跌穿的百分之三十 那它就是形成了下跌结构 一旦它完成了这个空间的下跌 那么这个就要反弹上来 就必须要大于百分之三十 才能去打破空头的压制 那么它未来就会形成下跌加盘整加下跌 这种概率会更高 那么高频反弹点和下跌和加速下跌支撑位呢 这个是另外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呢 在下跌的时候 我们叫做散户的衰竭空间 也就是说这个位置是一个散户空间 高频反弹点是散户的衰竭空间的一个关键点 往上来它就是一个必赚空间的衰竭点 所以这两个位置呢 可以说当一顾价格在往下跌的时候 它什么位置最有可能产生交易机会 这就是可能产生交易机会 那我们就会通过高频反弹点去等待这个价格 去参考和交易 那么其他价格我们不会去做 因为它真的跌破这个趋势空间的话 那它就会进到散户的时间 那么散户时间呢 可参与的交易要更为谨慎一点 那这是一个日线图 它现在是一个下跌趋势成立 所以不值得去关注和考虑 那么在周线级别呢 我们可以看到周线级别的流水线是6.37 就是它之前已经炒完一波了 炒完一波 所以这个明珠啊 它未来还有什么机会没有 我们要四目以待持续的跟踪 当前的价值不是特别的大 会重点关注啊 日线图它给到的几个空间点位 下跌这个加速下跌支撑位啊 如果说它能够在这里面反转 成为一个多头的主导 或者形成一个趋势 那说明它不愿意加速 不愿意加速就表示 这个位置要横盘震荡 一旦横盘震荡 就表示有变盘的可能 所以我们识别是这么去识别的 它当前处于哪个空间啊 在这个空间之内 它有可能会产生哪些动作 去给它识别出来 去给它标注出来 然后等待这个动作的出现 再去参与对应的动作就可以了 第四个呢是横店 横店呢我们看周线图 周线图肯定90%的人都会去看 它前方的低点平台 的确啊 这个平台也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我们会关注这个平台 但是一旦破掉这个平台呢 会去到7.74 7.74啊 才是一个加速的一个支撑点 还不是高频反弹点 所以周线级别 它已经是空头足道了 这个股票呢会非常谨慎 然后切到日线图 日线图呢 它的走势价格啊 是形成了下跌加上涨 加下跌 这样一个结构 所以现在是下跌加盘整 连盘整都没有啊 是下跌的一个结构里面 在这个结构呢 下方的高频反弹点是9.22 9.22就意味着 破掉了周线的这个平台 所以它很可能会去到 10块钱以下 就是7.44这个位置附近 那么在日线级别呢 7.44以及高频反弹点 这些点标注下来啊 是最惨的情况 但它也可以盘中有一个变盘 那变盘的条件是什么呢 变盘的条件就是要形成 最基本的震荡空间 比如说重回16.5 哎 那么这个位置就形成了震荡空间 好 那么这个位置呢 才有可能产生变盘 所以横电啊 当前 刚刚形成了一个下跌趋势点 下跌的一个成立点 刚刚产生 所以短期而言呢 不会去关注它 也不会去交易它 虽然说它有前面有一个支撑平台 但是必须要在这个位置走出一个盘整 才有后续的交易价值 第五个呢是时代 那这股票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日线级别的流行线 是8.82 试探过多少次呢 试探过 一二三 三次试探 最终都没有很明显的突破上去 就是这个位置啊 高位的防火服务震荡呢 有几次都是一个突破 但是突破以后呢 它很快就下来了 所以这个位置啊 我们可以看到了 时代新财啊 想进入价值投资的空间 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 那不代表它后续还没有机会啊 我们要看它 在这个位置会不会形成下跌的结构 什么意思 就是从高位往下算呢 它有没有跌穿30% 如果说跌穿了30% 那就会形成下跌结构 那这样就真的完了 但是当前呢 它是一个技术震荡 所以呢前低点有价值 那今天呢 如果收音是低于五个点 那就是进入震荡 就要关注前低点 那么前低点呢 我们要判断下小周期 它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 前低点的小周期 这个位置啊 刚好是空头主导当中的下跌 加速下跌支撑点位 7.69 刚好是这个位置 而如果说真的前低点 破掉这个位置 那么它的高频反弹点 就会在6.84 那到了这个加速下跌支撑点位 什么情况下能做呢 就是要形成技术上的趋势 才能去做 所以呢时代新财啊 现在呢是拭目以待 等待这个前低点的一个价格到了 我们再去考虑 那就说假如它突然间涨上来呢 这个问题我们不去考虑 那真的涨上来了 我们再去看 在技术上它处于什么样状态 再去做识别 而当前这个状态之下 你识别出来的就是要等 虽然的时代新财 现在是处于B转空间里面 B转空间里面呢 就要关注一下 它有没有机会 再次上去形成 价值空间 那么价值空间呢 未来的空间才会打开 如果B转空间 反复复复复复复复都不行 而最终产生了这个 下跌的结构 那就是真的完蛋了 好那五个楼 我们就已经回顾完了 第一个视频是比较长的 因为我们要交代很多 它当前的状态和现状 后续呢 根据这个节目的情况吧 如果说审核能过 可能我们就语音讲解 如果不过呢 我们就会用图片的形式 详细的标注 再加上配图的方式 去分享后续的技术变化 好我们下一期再见